上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了解了一些使用彩色大画幅相机 来对彩色摄影进行推动的摄影大师的作品 在这一节当中呢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当代彩色摄影的实践者们 是如何使用彩色摄影 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表现的 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这位马格南的摄影大师 马丁帕尔 他也是现任的马格南主席 他的作品充满着讽刺性和幽默感 他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 二十世纪的消费社会 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照片 都与我们人们的消费社会息息相关 他用彩色来表现消费社会的一种 非常滑稽的现场 包括这些消费品对我们人类的控制 以及消费品在我们的这个消费过程当中 逐渐的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生活的包围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的这组作品被收录在 他的这个叫做常识的摄影作品集当中 那这组作品集也表现了 人类对消费品的一种恋恶癖 我们平时消费的这些产品 恋恋不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同样呢我们也看到这些消费品 在我们的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艳丽的色彩 对我们的视觉 对我们的感官的一种刺激 他用这个闪光灯在白天进行闪光 对这些我们所使用的消费品进行强调 同样呢也强调了消费品 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他的另外一组作品叫做 《想想英国》 《Thinking of England》 作为一位英国的摄影师 他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变化 以及社会现状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探索欲望 所以他使用了彩色摄影 打着闪光灯 对他的这个国家的社会 国家的一种社会变迁 或者是对国家的一种消费社会 进行了深入的这个探索 以及捕捉 我们看到英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同样的在消费社会 在消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 被统治 我们每天的生活也被这些 具有强烈的庸俗色彩的消费品所笼罩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的照片当中的这种讽刺性 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些消费品的符号 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讽刺 他的另外一组作品叫做 生活是一片沙滩 在这里呢 他把沙滩作为了一个消费现场 他把在沙滩上玩耍的这些人物呢 作为了对沙滩的消费者 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记录了 在沙滩上消费的这样的一群人的状态 同样的他也使用到了闪光灯 对沙滩上的消费现场进行捕捉 进行强调 我们也可以看到沙滩上非常滑稽的现场 用这样的一种计时的方式被捕捉了下来 马丁帕尔在这一组沙滩的作品当中 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个消费 那么他的另外一组作品 强调的是人们对这个名胜古迹 或者是历史遗迹的消费 这组作品叫做世界的游客 那么这组作品主要拍摄的就是 从世界各地来到不同的国家旅游的 这样的一群游客的状态 他们站在名胜古迹面前拍照 这个马丁帕尔就站在这些拍照者的前面 对他们进行拍摄去强调这些旅游客 旅行者对一些历史文物或者是这些名胜古迹的消费 这也是关于消费的一组具有讽刺性的作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一位女士 站在这个玛雅金字塔面前拍照的一张照片 同样也反映出了环球的旅行者对景观的一个消费 这也是他收录在环球旅行者 世界的旅行者的这组系列作品当中的一些照片 那么另外一位非常具有实验性和先锋性的英国摄影师 叫做保罗格尔汉姆 现在他长期居住在美国的纽约 对美国的大都市进行记录 也是用街拍的方式去呈现社会的状态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格尔汉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也想要打破 布列松所提出的决定性瞬间的概念 他认为一张照片当中 不能反映出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同样也不认为决定性瞬间是一个神圣的概念 所以他把照片切分开 形成了多张的照片 用多张的照片来记录某一个场景 这组照片收录在他的闪烁的可能性当中 这组系列作品 他都是使用多张的照片来进行拍摄的 想要用这种电影的这种 仿佛是电影片段的感觉来表现某一个社会现实 这里他也使用到了彩色的胶片来进行拍摄 想要强调场景的一个真实感 以及它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非常近的距离 那么他的另外一组非常新的一组作品 叫做The Present 叫做当下这组作品 这组作品是在纽约所拍摄的 是想要使用这样的一种快速的接拍方法 去捕捉街头上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样的一个地方 他使用光圈的一个变化 来表现在画面当中不同人物的一个状态 这里走过的是一个女士 这女士走过之后 后面的这个男士又进入到了画面当中 同样的给予我们一种 非常具有电影片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这里呢 他使用到了数码相机 使用彩色的数码这样的一个照片 来向我们展示纽约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以及生活的一个节奏感和时间的变迁 从他的这组照片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色彩的一个把握 在同一个场景当中 色彩的所表现的不同的符号性 以及他的一个信息的概念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纽约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它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色彩 或者是他街头的这样的一种色彩 所以在这里边 保罗格汉姆也使用到了色彩 来表现在他的艺术创作当中 那么这里要谈到的是我的一组作品 是我在美国旧金山留学期间 所拍摄的一组作品 叫做《异乡排剧》 这组作品呢 是我使用手机拍摄的 那个时候还使用的是iPhone 5 所以当时拍摄的时候 我能够用一种非常迅速 非常直接的方式去进行捕捉 我自己所看到的生活日常 作为一位留学异乡的留学生 我感受到在这个国家 自己是一位外国人 我用一种外国人的视角 去观看这个地方 旧金山这个城市的一些特征 它的色彩 它的一些景观 包括人物的生活状态 我把这样的一些非常日常的生活 用手机拍摄了下来 说到这里呢 我也要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日本的排剧大师 叫做《松伟芭蕉》 也正是因为当时我阅读到了 《松伟芭蕉》的排剧 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拍摄的理念 我想要用这样的一种简洁的方式去进行拍摄 用手机摄影的方式去进行拍摄 因为《松伟芭蕉》的排剧就非常的简洁 它用两三句话就描述了自己的内心 以及自然的变迁 所以我这里呢 也想使用手机这样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去捕捉我的日常生活 那么这组作品呢 就收录在我的作品集《异乡排剧》当中 也希望各位同学 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 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拍摄 捕捉自己生活中的色彩 来表现自己的一些理念 来创作自己的一系列的摄影艺术作品 那么我们看了以上的案例 可以明显地看出 传统彩色摄影是对黑白的反叛 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彩色摄影之父 威廉·埃格斯顿 以及被埋没的彩色摄影的先驱 索尔雷特的作品 以及他们的理念 都是对传统黑白摄影的反叛 正是因为他们 才把彩色摄影推崇到了艺术的范畴 那么当今的实践者 是对传统彩色摄影的拓展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包括斯蒂文·肖尔 还有后来的 包括马丁·帕尔 以及保罗·格尔汉 他们的实践 都是对传统彩色摄影的拓展 好了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课程 希望下次课程 我们再见